回到本港,政府建议2012年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办法 新增的五席区议会功能界别 要由应届的民选区议员 拿到最少15个民选区议员的提名才可以参选 并且会由300多万选民投票选出 立法会新增10席 直选的5席会按人口比例加在现在的5个选区里面 另外5个区议会功能界别的议席 政府建议全港成为单一选区 以比例代表制由300多万选民一人一票选出 只有400多个民选区议员才有资格参选 并且要有最少15个民选区议员提名 每个区议员只可以提名一张名单 按政府的建议 400多个民选区议员最多可以提名27张名单竞逐这5席 有议员担心新区议会功能界别容易引致变相公投 林瑞伦承诺一年之内立法 禁止同一个议员辞职之后再参选 但他说这都未必能够堵塞到漏洞 他们可以找另外一个党派的朋友 或者和他们同一政见的人士去参与这个选 防止议员任意请辞和策动选 这些措施也都要适用于新增5席的区议会功能界别的议席 这样才有效 政府又建议直选和功能组别的参选人 每拿到一张选票就得到的资助 由11元加到12元 不过资助上限就维持在竞选经费的一半 行政长官选举方面 选举委员会会由800人增加到1200人 政界新增的100个选委名额 四分之三分配给民选区议员 剩下的按比例分配给其余的界别 但到选委会选举时 立法会都只有60人 所以预留给立法会的新增10个选委议席 会暂时分配给政协 乡议局和区议会 无线电视记者何文文报道 有议员批评 新增的区议会功能界别 提名门栏和竞选经费都太高 令大的党派垄断提名 无论是独立议员或者是政党 都认为新增区议会界别 15人的提名门栏太高 也都不应该不设上限 有百几个现任区议员的民建联 不认为方案对个别的政党有利 其实民建联来说 10个20个我们没什么所谓 15个我们都没什么所谓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 是一个很高的数目 林水伦认为建议不会导致大党垄断 香港的政治和选举是多元化的 大家看到不论在立法会或者区议会 我们现在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 的代表性会超过议席的半数 有400多位的民选区议员 这里有足够的空间 给譬如20多的名单出来都是可以的 议员也都关注新的区议会功能组别 选举经费上限定在600万是太高 600万是一个什么的现象 是两层私楼三间居屋 有什么的普通的区议员 可以背着两层私楼三间居屋的钱 去竞选 林瑞伦说 移植是由全港单一大选区选出 600万的竞选经费上限不算高 有学者认为政府的建议对亲政府的大党较为有利 始终政府将来来说 都是需要背靠建制派的支持 所以游戏规则方面来说 希望能够令到公联会和民建团来说 以及自由党来说 这三个主要的建制派的政党能够接受 那就可以了 当局在未来几个礼拜会听下社会各界有什么意见 完成了条例的修订之后 就会提交给立法会審议 无线电视记者余展豪报道